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圣诞树就是我跟大家前面提到的 足以代表大都会精神的一个镇馆之宝 由于我们现在又是圣诞节 大家这是西方一个主要的节日 圣诞节即圣英诞生的日子叫圣诞节 这个节日体现的是赋予而不是收获 大都会的宗主也是赋予大家更多的知识 而不是从中的揭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我认为这棵圣诞树可以说是符合 既能体现出大都会的精神本质 又符合节日气氛的这么一个展品 它可以被认为是大都会博物馆里面 比较能够含义的介绍大都会 或者定义介绍大都会这座博物馆的一件收藏品 另外因为这个展品 咱们说它每年只有在圣诞节前后 圣诞节前后一段日子它会被拿出来展出 其他时间是不展出的 所以就在这一点上来说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稀有 你想想有些本物是365天 一年12个月都在这边展出 而这棵圣诞树只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在这个时间的稀有上 也可以算是它能够代表大都会 大家会看到整个树的上面下面有很多很多的人物 总共有多少跟大家卖个关子介绍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背景知识 这个圣诞树是叫做洛雷特·霍华德女士 她是一位美国女性艺术家 她捐赠给大都会的 捐赠时间是在1964年 其实从1929年开始 霍华德女士就在纳布勒斯和其他地方研究 这种圣诞树和圣诞树场景的这种研究 所以说这些人偶和这件作品都是她苦心收集来的 每年就是霍华德家族的人在这边还会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集会 另外每年的圣诞夜平安夜的点灯也会在这边 但是由于今年大都会 它的顶棚是要做一些翻修 所以今年就没有点灯会了 比较遗憾 不过没关系 明家我们还会在做 只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这个圣诞树是云山 高度是6.1米和21英尺 这上面描写就是圣鹰诞生的情景 好 现在把谜底揭晓 总共有多少个人物 一共是有200个以上 其中包括20个大天使 60个普通天使 70个世俗人像 以及50个动物 超过200以上的这种 就是说人偶 所有的人偶的头部都是陶瓷做的 四肢和手和脚部是带有香料的木头做成的 身体内部有金属丝和金属线 这样子可以让这个偶摆成任何可行的这种姿势 每一个偶的造价都非常昂贵 而且另外这件作品最值得注意的就是 所有的偶相传是基督徒做出来的偶 而云山树本身则是新教教徒做的 所以这也是这棵圣诞树 其实真正名字叫天使树 安周翠 它最独特的所在 它是由基督徒和新教教派的教徒联合做出来的 这也是在宗教上的一种奇观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棵树非常的都树一帜 作为大都会的镇馆之宝 中国人经常讲夏至阴生冬至阳生 在这个季节里非常的寒冷 种子拨在地里是不会有收获的 但是等到春风来临 种子就会破土而出 所以我也极希望把这一集最原始的Initial一集 来做这个树 因为毕竟这个树一年才只能看到一回 我们下回再看 那就是2020年了 所以我也希望我这个视频 伴随着这个种子埋下去之后 它会开枝发芽 大家最大都会得任何产品 有各种各样感兴趣的 或者想让我讲的 我都会考虑去做 今天就把这个树的视频 先作为第一期发给大家 希望大家还是喜欢我这个视频 也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面 都万事发达 大吉大利 可能有人会感兴趣后面这个大门是什么 这个大门也有它的来历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期的话题了 纳布勒斯 黄金的罗盘 伟大的海盗 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辉煌 喜欢看的朋友们可以去追我的视频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没有 就到这里讲 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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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